這位姊妹曾經有傳導人告訴她 《以臨書局》的書就沒看 我回應她問我這本書 講到聖靈的權能 這本書是講到很多聖靈的工作 我回應為何有傳導人不接受 基督教會是可惜的現象 對聖靈的超自然性的工作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傳統的教會 他們有兩類的方向 一類的方向是說 今天是 有一種是說 他不會完全沒有神跡 差不多沒有的 另一種是說 有 不過是神做 跟我們無關 不是基督徒祈禱 是神自己去做事 他們通常會有這種看法 這也很可惜 在聖靈充滿 發生 其實這件事在 初期教會已經有聖靈充滿 不過可惜 就是在 基督教慢慢 一路在過程 就變成 這個羅馬帝國的 國教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羅馬帝國 就是 那些 神職人員 就變成 一個 高職位 高職位的時候 和教會就變得慢慢 是 儀式化 和外表化 就變成 初期教會有很多神跡 如果大家看 《施羅行傳》 或者看其他書信 都有講到 保羅傳道 不僅是用說話 也有聖靈的能力 和神跡歧視 耶穌也有講這件事 我會簡略這樣講 但是 初期教會之後 慢慢 教會就變成了儀式化 慢慢變成了 天主教的情況 其實就有東正教和天主教 分開兩邊 東正教是在羅馬帝國的一邊 而我們在世界很多地方 受影響最多就是天主教 這個原因 直至到在馬丁路德改教 他就覺得 天主教有些事情 是沒有跟從聖經 因為那時候 他的重點就是 恩信清義 是信耶穌得救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改教 就將這個 或者叫復元 我不知道 英文就叫Reformation 中文我 不清 這個就是 開始基督教 就是跟從 回到恩信清義 和一些 很多聖經的基本信約 然後到1901年的時候 其實在那時候之前已經醞釀了 因為 在那時候 神的感動 很多人就 很想去傳福音到普天下 因為耶穌說 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然後他才會回來的 於是有些人就很有感動 他們就很想傳福音去全世界 但是發覺在傳福音到全世界 發覺很多困難 於是很多人就去研究 到底怎樣去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能力 而當時也有些人不同的經歷 其中就是這個 Mathodist Church 就是 Mathodist Church 美營美會 為 秦道衛利的創辦人 叫John Wesley 約翰衛斯里 他就說到他自己 有一次很強烈的神的愛 充滿他的經歷 他就說到有一個 second experience 第二個經歷 也有不同的人說第二個經歷 然後有些人研究的時候 就覺得 聖年充滿是 其中一件事就是有謊言的 就是背聖年感動會說謊言 就是那些是從神而來的說話 而在1901年開始 就有人 就是他們一邊聚集 祈禱的時候 聖年充滿就開始說謊言 而在那時候有個黑人 這個黑人 他在聽他們講解關於聖年工作 但是他因為黑人 當時美國是黑人和白人分開的 他只是在門口聽 但是他聽到他就覺得很好 他在1906年 在美國加州 他就租了一個地方來做聚會 在這個聚會裡面 就很多神職發生了 很多人很強烈經歷性的工作 那就帶起五秦宗的運動 神召會 五秦節的教會 每天都是那時候開始有的 然後他們就很熱心 就去全世界去報道 去宣教 這個就是聖年充滿的開始 但是呢 後來就有靈欣的運動 靈欣運動是怎樣的呢 有些傳統教會 開始有經歷性靈 經歷性靈的時候 他就參與了一些其他的元素 跟原來的五秦宗運動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就是靈欣運動 是加插了一些不同的地方的 好了 在這個過程呢 就是五秦宗和靈欣的教會 和傳統教會是有衝擊的 那衝擊呢 有些是經歷性靈的人 又會有時做一些不對的事 他就攻擊那些沒有經歷的人 就說他們呢 就是說他們不夠熟靈 或者有些甚至去了一個更加差的地步 就說他們呢 不得救 這個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但是這個的確是初期有這樣的 然後呢 傳統教會又反彈了 反彈呢 就全部封閉 不是全部的 其實有很多傳統教會的人 又經歷性靈 又離開了他們的教會 或者他們的教會裡面 追求聖年 就是他們在外面追求聖年 他們回去教會 就跟他們傳統教會的方式 那這個呢 就是在這個過程呢 就很多的誤會 最嚴重的誤會 就是說呢 這些所有說經歷性靈 其實是經歷邪靈 這個是最嚴重的 因為這個呢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這樣說的 但有些人依然這樣說的 其實他們沒有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都其實 就是五秦宗呢 還有在這個世界的這個 這個福音派聯盟 其實是 因為在這個過程呢 福音派聯盟 包括福音派很多的教會 都發覺 五秦宗的信仰 並沒有遍離聖經 他們只是呢 他們相信聖經所說的神跡其事 還有他們祈禱有方向 那麼呢 他們就接受他們 是成為福音派 即所以呢 有很多的聖靈的教會 都是福音派的裡面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就不斷看的 即他們就 他們就 他們不會看到整個世界的那個 福音派教會是接受聖靈的工作 他們就 即有很多就不接受 那也都有 有些個別 有些就懷疑是邪靈 但如果真是邪靈 其實一起祈禱會一定會 那麼多人說聖靈充會 其實是邪靈充會 一定會有張獻的 但是 即他們是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 那另外 他們很難接受的 就是爲什麽這些人 不會哭得那麼緊要 那 哭呢 他們都未必最大反抗 就是他們有時覺得 他們哭得太緊要 那有些人 見到他們笑 有些人的喜樂 有些人會跌在地下 那 就 還有他們講到的神跡 那有些呢 即有時攻擊就說 那些神跡又不是真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有些人呢 又發預言又發得 結果是被傳統教會攻擊的 那這個其實是很可惜的情況 但是呢 其實我也很想跟傳統教會的人說 就是說呢 其實你怎樣追求 是你去到什麽地步 是不要緊要的 只要你多親近神 多處理生命 多在神的裏面 就是越多親近 就會越多經歷神 並且為人祈禱 可以帶來能力的 就是如果他們嘗試 為人按手祈禱 他會見到很多這些神跡其事 那我們的回應呢 就是說 聖經裡面的確 在馬可君十六章 是說到 你回望普天下傳福音 吸馬民庭 在馬可十六章十五節開始 是說到大事明的 然後就說到 就是信的人 必有神跡除弱他們 即是說到大事明 傳福音 去普天下 又有大事明 還有有神跡除弱他們 就是奉案名趕鬼 和守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都是聖經講到這些 即是講明這些神跡 和說身謊言 即是能夠奉耶鬆名趕鬼 說身謊言 和按守守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另外有兩樣神跡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日常去做的 因為他說 守能拿蛇 和若渴了 什麼動物有必不受害 這應該指到 如果受迫白的時候 神可以接受到這個能力 由士郎轉禮二章十七節 就講到聖年充滿初期教會 比特就講到 他就說 在二章十七節那裡說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是為了將我靈囂冠煩有血氣 即是聖靈囂冠 但有什麼跡象呢 他就講得很清楚了 你的兒女要說語言 少令人見異象 老令人作而夢 所以加上 即是講到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工作 就好像先講到 就是奉耶穌名滾鬼 守案病人病人 說身謊言 和是說語言 見異象 作而夢 另外在高林多前書十二章 亦有講到 數令的恩賜 有講到 醫病啊 趕鬼啊 作先知啊 反方言 反方言 都是聖經有講到的 但是呢 他們就有一個 看法就叫做 《恩賜終止論》 《恩賜終止論》 就說現在沒有了 即是沒有這些恩賜的 他們其中的經文之詞 就是高林多前書十三章 他說呢 先知廣道的 忠必無有 說謊言的忠必無有 但是呢 愛是永遠長存 他就 講到這個經文 什麼時候應驗呢 就是當 他們覺得 有人覺得 其實 有些人都會很清楚 說 這個不合聖經的 那 蘇永智呢 他本身 他在 他本書講到聖經 他都說這個 用這個講到 在 他們就說 這個時候呢 就是 新約聖經 啟事完畢的時候 再沒有 先知寓言 和說謊言 那樣東西呢 就是沒有 聖經的根據 因為 那裡講到 我們現在的孩子 將來呢 就是 現在呢 就好像 不記得清楚的 將來就是面對面見的 所以這個經文 面對面見 應該是講到 我們將來 耶穌回來的 就不是講到 新約啟事完畢的 因為在 奧林多詞書十三章的時候 已經是 寶來傳道的 中間的時候 那時候 他們的聖經 即是 新約聖經啟事 已經啟事完畢 差不多了 難道差那麼多 就面對面見神 那時候 還未是面對面見神 所以這個經文 是比較牽強的 他們就有一個理論 就是 現在在無 他們否定了一些經文 就是耶穌馬可福音 十六章 講到 信的人哪有神跡 除了他們 還有 聖靈囂觀 就說與言 別以著 作而無本 另外一個 他們的控訴 就是 好像 聖靈教會的人 不得平衡 即是經常著重聖靈 這件事 是應該追求的 應該要平衡的 如果你看我的教導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講 並且很著重 如何處理生命 而且在看聖經 看到神的聖情 所以 不一定聖情充滿 就要沒有聖經 其實在神教會 即是 五秦中的教會 是通常 他們著重聖經 是多的 他們其實講道 是講很多的 所以這個 是 講不通的 另外有些 就是 彰顯會跌 會哭 會笑 而聖經是有講到 神的醫治 醫好傷心的人 很多人哭 他都說 哇 傷心都走出來 好像憂傷都走出來 或者很鬆很鬆 於是笑出來 裡面很喜樂 至於跌在地上 聖經有講到 《啟事錄》 一章十七節 就講到 約翰見到 榮耀的耶穌 他就跌在地上 即是說 在神的同在 可以跌在地上 蘇羅信主的時候 看見耶穌 也是跌在地上 所以聖經是有這些例子 有些人很瘋狂 即是跌在地上 又跌在地上 所以聖經是有講到 跌在地上 他們就說 有些人很瘋狂 很瘋狂 即是跌在地上 又跌在地上 又跌在地上 喊 這些 這些 的確有些 聖年功 有時工作 有時有些 是那個人的強烈反應 有些人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不斷哭 他很興奮 又跑來跑去 這個是 有些人比較興奮 或者他經歷很強 他覺得很興奮 所以他表達出來 其實是可以控制的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說要這樣 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有些人很喜歡那種經歷 所以他每次經歷 都好像要喊 跳 有很大的反應 他才覺得 跟神有密切關係 這也是一種誤解 其實不是一定的 經歷多的時候 可以很靜態 但裡面 是時時 神的愛 平安喜樂都能夠湧流 這是最好的 不用一定要外面的彰顯 有外面的彰顯 又沒有問題 你看到很多恩高服侍者 他們都本身沒有彰顯 他們為人祈禱很靜 但是他祈禱的時候 人們會經歷四年 很大的能力 所以這個 不是一定要有這個彰顯 這個 除了說中派 中派他們反對成功 也很多人見到不習慣 不習慣的時候 他們就抗拒 這個是很可惜 我 我也有想過這個念頭 因為這個是神的工作 我有想過邀請一些 本身不太接受聖靈工作 或者接受不太明白的人 尤其是傳導人 或者不同的宗派 我都願意跟他們談 我有想過一個方法 讓他們知道這個是聖靈工作 就是會邀請他們找一些人 可以是他們的教友 或者是他們中間群體的人 由他們自己按手祈禱 即是他們自己投入讚美神 由按手祈禱 讓他們看到他們 都一樣有聖靈的能力 讓他們知道 不只是我們有 他們都有 聖靈充滿的能力 是否一定要按手 不是 不過這個是最常見 和比較容易用得著的 其實其他方法是怎樣的 整班人集體 愛慕神很強烈的 投入長時間 聖靈也會做強烈的工作 這個的確在聖靈的圈子 比較多 在傳統教會比較少 這一類的 他們的祈禱 通常來說不會很長 或者很長 用很多誤性 誤性的時候 人就會停留在思想 變成不是聖經所說的靈 用靈性的討告 所以在那方面 經歷比較弱 如果他們是一種 很單純的愛慕神 他們就會容易經歷 其實我初信主 我發覺 當我在教堂祈禱 和自己祈禱不同 那時候 我在教堂學一些歌 詩歌都有兩種 一類就是很工整的聖詩 有些我唱都覺得很好的 但有些是很自由的 讚美神 哈利路亞 或者是 主耶穌 我這樣唱 他越發越唱越喜樂 這個其實我初期 已經順著有這個經歷 不過我當時就不知道 可以盡心 如果我知道盡心 就很不同 就不用等那麼多年了 但是在那個過程 我們都在傳統教會裡 學到很多的神學 分析 所以我經歷之後 我都溫度去探索 我都很想能夠 對所有的弟兄姊妹 任何教會 對於聖靈工作 不認識 我是很樂意去示範 或者他們自己去示範 讓他們看到聖靈工作 是很真實的 但很可惜是他們不接受 那是否所有 這些聖靈的書 一定是對或者是好 我都不會一定說是對 和是好的 我會說每一本 我們都會有分別 因為我的確 我也發現一個非常可惜的現象 似乎有一些聖靈圈子的人 他們講解聖經 就少了 在五秦宗的方向 就比較多用聖經 在靈因運動裡面 那些是少用聖經一點的 這是一個可惜的現象 而且他們的聚會 很多時候都是強調經歷的 有些聚會是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強調經歷 或者是強調預言 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不需要這樣的 所以我都會說 有些書 就是我們去分店 裡面有什麼對 有什麼錯的 有些又未必是錯 而是好像偏激了 就是偏激了 就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就不要這樣 還是沒有問題 你這樣就不會這樣 就不要這樣 就可以ングあげ 你 Bad 做日子 不給你 甚麼人 他就不斷了